12月17号凌晨,嫦娥5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成功着陆,中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。 嫦娥5号在完成月面自动采样后,灼上组合体实现了五星红旗展开,此次展开是中国在月球表面首次实现国旗的独立展示。 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,探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,嫦娥5号任务新闻发言人裴兆宇在接受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,此次任务中,嫦娥5号携带的五星红旗随着陆器永久留在了月球。 在嫦娥5号任务中,我们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示国旗,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国旗展开机构,在我们完成采样任务之后,启动了国旗展开机构,它是从着陆器的侧面伸出来的。 因为我们着陆器在完成采样和起飞的支持作用之后,就永远地留在了月面,那国旗也会永远地留在月面。 关于嫦娥5号的返回方式,裴兆宇介绍,嫦娥5号选择的载入方案叫半弹道跳跃式载入,俗称在太空中打水飙,跳跃式半弹道是其中的两个关键。 我们就采用了跳跃式的方式,就是通过两次摘入地球,增大寒乘,增加摘入的时间,使得力的冲击就降低了,热的影响也降低了。 采用半弹道式就是以初始的摘入的速度,姿态摘入角等作为摘入的初始条件。 然后我们通过升力控制来实现对飞行轨迹的航向控制和抚养控制,这样它就可以更准确地落在预定的着陆地点。 它第一次进入大气之后,大气会给它提供一定的升力。 这个升力使得它可以又从大气层中出来,进入到大气层外,然后重力又会使它再次地进入大气层。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水漂。 嫦娥五号任务是中国复杂度最高,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。 裴兆宇表示,开展月球和升空探测既是长远战略性的需要,也是发展航天技术的需要。 绕落回可以说是我们对月球探测的开始。 通过三个阶段的实施,我们掌握技术之后,我想下一步可能是要发展空间技术, 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要全面发展。 我们在国际上提出了共建国际欲求科研站的倡议, 也得到了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。 按照规划,我们还将在未来的十年内实施一次小行星探测任务,一次火星采样返回任务, 还有一次是木星穿越和行星计穿越的远深空的探测任务。 裴兆宇指出,中国的月球探测越来越开放,更多地跟国际伙伴进行合作。 作为未来月球探测发展的主要目标, 中国将以开放合作的方式开展月球科研站建设。